9元叫小小回飛 10倍樓上的全部都回的 回的比較少 東城西咒 人愛之有這兩隻 武的城堡也不是回太多 看完這些孖寶 頭關是3.4倍回飛的紅塘戰士 來過的 過下來10個墨圈 很重要 飛在旁邊的29倍 過關19倍的孖寶 預期待會可以再下一些飛 六格仔有51和12 另外見到過了熱門的大勇士 再熱一點 68元過關6.2倍孖寶 至於旁邊的用者 10號的迴響更好 來過 其實蝕水的明顯犯數 只有11一隊 12號也是棋硬的 全部馬不準備 妥當第三場 四班千二物的短途賽事 準備 好 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 中間有墨圈 大外丹大哥哥 中間很有聲威 大漲風速外面 黑衣還有無敵城堡 內蘭第六位 紅雲飛區 中間白衣白帽 紅眼罩 還有大勇士 後面的馬 大約在尾五 黃衣 東城西走 尾四 中間天地 福星 內蘭尾三 綠色衣 人愛之友 暫時殿後兩匹馬 有卓越財星和紀利福星 跑到對面 直到中尾段 前面大哥哥 就放倒出來 跑到今次自己 跟著第二位 很有聲威 就埋不到欄 在外面第三位 毛迪城堡 內蘭第四 粉紅三位 就是密圈 中間第五位 還有大漲風速 外面東城西走上去 大勇士真的跟著大漲風速 登後了 內蘭上點 有紅雲飛區 最出天地福星 沿著內蘭上點 還有這隻人愛之友的馬 前面偷出的馬 有這隻大哥哥 走回到條欄 外面有毛迪城堡 在裡面有密圈 外面追近有東城西走 馬林中間 紅雲飛區那些馬 最後百多米 毛迪城堡 騎幾步走掉了 見到在裡面 密圈上來 外面還有天地福星 內蘭人愛之友 接近了毛迪城堡 第二名 天地福星 密圈 近來人愛之友 都是近的 結果這場賽事 毛迪城堡 克服了外擋 終於贏回場 轉入取於石碼房 都是偉大跨下贏的 第二名 天地福星 第三名 密圈 第四名 有幾隻馬需要拍照 翻版Q 但是這次明示 反轉 毛迪城堡 第一 天地福星 第二 密圈 稍留 第三 第四名 好像是一隻東城西走 大日本的大勇士 沿路跟著大將封竹 真的意外多多 結果 結果 翻 好了 看看第四名張上 其實挺明顯的 東城西走 握著面子 人愛之友 就是大二門 塞到哭的大勇士 一場很慢步出的賽事 先說了預計 排賽 排第一名是三號的毛迪城堡 隊員排146元 位置排33.5元 排第二名是五號的天地福星 位置排86元 排第三名 十號 密圈 位置排17元 連營位三百五號 排1405.5元 三鳳彩三號 五號、十號 排8517元 單字排1203元 位置Q三百五號 排277.5元 三百十排79元 五百十排261.5元 四連環派五千三百一十八元 恭喜馬主 也恭喜連馬師 搞定這隻馬 都轉了幾手馬房 以往曾經去過蔡宇漢 第一手 然後又高白身 都是礙於他的健康問題 就是搞定了 今年來到徐宇石道 其實你看到這兩場 尤其是上一場 是更加一個指標 因為他的末段 雖然是慢補速 都爆了一個時間 以往他一到last一定會斷 他上一次都不斷了 這次還會追一下馬 這麼厲害 不過勢都不是厲害的 你看這兩場賽事 都是1分11秒開外的時間 很慢 欺勝又慢一點 第二段這場慢了七線幾 很誇張 兩段加起來慢了都接近九線 都是一個很慢的時間 不過如果你真的看回最後那些 追勢 如果不是這樣多之助 少一個之助 大勇士都應該是這場頭馬來的 嘩 真的一路跟著那隻 好 大將風速 真的不放不蓄 氣都蓄了 現在 一人循在這邊看 真的一遍 自己數一下 二檔 看看角能 沿途守的位置 他們從來都被一隻馬在那裡塞 大公司起步很快 當然就不會夠密圈那些快 還有那些立心是流的 大將風速又比起兩步 左看又望 好像決心又不夠 開邊蓋起來 那些很有聲威 然後大哥哥 在他後面見到三大白無敵城堡 中間有大勇士 入面是雄雲飛驅 見到就是東城西 就天地 福星 人愛之友 包括那一隊就是卓越財星 和幾里福星 你看他的大將風速 好像經常都會 自自然而失速 被人家蓋上來 他的馬又疾 就阻到後面 角能都很盡量跟緊 大哥 你阻一次就或者你阻三四次 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又來了 明明前面有空間 大隻馬又走不到上去 好像不加進 好像不太操控得到 這麼慢步速 蹲到這麼後 真的可以回家睡覺 對 收工可以 對 是中得厲害 有什麼用呢 現在還未看空 幾多米 150米都不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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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幾步 很厲害 所以 真的有時候跟著什麼 買 是 萬步速 有幾隻馬最好 當中包括大勇士 人海之友 圍字Q 3答5277.5 3答10答79 5答10答261.5 4連環派5,318 4連環派5,318